瑞税香农会召开了每月例行的礼坚士会议 在严你讨论农会业务的同时 总干事黄胜黄更带领着礼坚士团队 捐赠瑞税的优质豪米给瑞税香内总共9个文件站 希望部落长辈们都能够吃豪米健康假霸体 前来领取的各站人员也代表站上的老人长辈表达了谢意 开礼坚士会议也顺便送爱做公益 瑞税香农会可说首开先例 香内各个文件站干部成员 忙着将一包包的瑞税优质豪米班上车 甚怕站方能力不足 农会全体礼坚士会成员也出手帮忙 爱心不落人后现场毫不热闹 日子香农会例行性的李建石会议 除了严拟并审议农会各项业务工作 总干圣皇圣皇创先例带领李建石团队 共同捐赠瑞税优质豪米给乡内的部落文件站 希望部落长辈们都能吃豪米健康假霸体 前来领取的各站人员也代表站上老人长辈来之谢 日子香农会是地方上的一个机关 长期以来一直接受我们地方的照顾 所以在农会有能力有盈利的状况之下 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地方 所以这次总共有九个文件站 我们经理事会的一个提议 想说送一些白米来回馈我们在地的文件站 那也让我们的长者能够吃到我们在地的一个豪米 在推广在地农产业也积极辅导农民农产技术提升之外 随着台湾农业人口高龄化 日子香农会近几年来也开始重视农村老农照顾的议题 而这一次捐赠豪米抛砖引玉 希望借绵薄之力一起照顾社会上的老大人们 记者食欲栏瑞瑞采访报道